戴麗玲要自保 就砰把丟出來了嘛 那戴麗玲現在這兩天 為什麼要出來巡迴演說嘛 為什麼 是要救黃珊珊嘛 因為他知道這個 五百 九百 五十六萬這個事情 極有可能是流向著 柯文哲的戶頭嘛 所以他 但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鎮水人群變成一個殺頭大人大禍 嚇死他了嘛 民眾黨開始去查的時候 隨便重口塑機 重口一次則講 問題在誰 在端木村 都是會計師 我們這麼信任他 我們完全委託給他 完全包給他 結果他完全違背了 我們對他的信任 我們也沒有想到 會計師會搞這種事情 可是問題在這裡啊 如果這件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是從戴麗玲的那個 九百 十六萬開始的 那戴麗玲有沒有 跟他們做個溝通 有 它有兩個窗口 一個窗口叫黃珊珊 一個窗口叫徐甫 兩個都打了 如果這件事情真的是 所謂的端木正搞的鬼 端木正要負最大責任 那你在對話中應該叫 我去問端木正 我要去查端木正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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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這個不就是 在搞 這在搞什麼 我搞什麼 這裡面我們要再追加一小 前面的故事一段 我的推論啊 第一個推論 這個九百 十六萬發生的事情 我認為 是黃珊珊或是某人不知道 有直接跟戴麗玲講好 戴麗玲不是事後完全不知情的 真的假的 戴麗玲當然知情這個事情嘛 你名字叫他用什麼關係 我也不開發票 因為他認為說名字給你用 你亂搞 亂搞跟我什麼關係啊 而且反正就是在 大家都亂搞嘛對不對 但是在監察又呼嚨一下就算了 他們認為這樣 所以一開始戴麗玲是同意的 所以陳智良就講啊 以前沒有所謂的報到監察院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財政部 這個地方有勾擊的 所以說一開始我認為 我推論戴麗玲是事先知情 不是讓她講得那麼純潔 說都不知情這第一個 事先知情的時候 所以黃珊珊是一個承辦人 因為黃珊珊跟她是閨蜜 所以有打過招呼是黃珊珊 結果有媒體人去通知她說 東窗事發嘛 那東窗事發的源頭是誰呢 是黃珊珊啊 就民眾黨民進黨出手了嘛 民進黨一出手 東窗事發 所以他人在香港 他要看什麼 叫他公司的同仁去看 友台的節目的切圖 才去找到這個資料 這個話你相信嗎 不相信嗎 當然是拿到 當然那是黃珊珊嘛 黃珊珊剛剛是表示什麼 表示民進黨摩托霍霍要砍下去了嘛 所以要砍下去 這個事情請問你怎麼處理 確實不好處理 然後他去跟柯文哲報告 黃珊珊怎麼報告 民進黨現在已經 現在會修狗了 一個敵軍已經到門口了 所以他怎麼處理都不對 所以他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大家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戴麗麟要自保 就砰把他丟出來嘛 那戴麗麟現在這兩天 為什麼要出來巡迴演說 為什麼 巡迴演說的目的就是要救黃珊珊嘛 因為他知道這個500 916萬這個事情 極有可能是流向了柯文哲的戶頭嘛 所以才 但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的A錢的招數有三大招 第一大招就是我們的朋友 他直接拿現金回家嘛 這是一種 然後第二種就是 木可公司直接A嘛 灌水啊 開發票搞定 然後第三招就是更怪招了嘛 就直接從鏡總裡面拿回家 鏡總拿回家 不要扛啊 因為過去鏡總拿了沒事 因為他也幹過兩次市場啊 一定也A了一點回家嘛 那個時候蔡壁如搞的小打小鬧 搞大概三五百萬 這一次搞了好幾億了嘛 錢太多才是問題 所以這個900億 這個本來是個好事你想想看 我是戴列寧我也願意啊 我戴列寧做個人情916萬 去幫助我們一下柯市長 只是這個名字 跟我也沒關係 你們過關就過關嘛 對不對 這順水人情 順水人情變成一個殺頭大惹大貨 嚇死他了嘛 所以那問題還是 這個原來是一個完美的計劃 所以他現在幫黃珊珊來求情 來警告柯文哲 我告訴你 這個事情就是你幹的 然後第二個你再囉嗦 我就把你後面的木可 先丟一個最小條的77萬 後面可能丟一個兩三千萬出來 這位戴小姐不是普通人耶 你看一個人從來沒有上過電視 你看他這邊 剛剛從調查局出來耶 我要去從調查局出來回家 我先吃個豬腳麵線吧 對不對 他馬上就在那邊大眼垮垮的 你看到沒有 就在那邊到處竄門子啊 這個是武林高手 不是簡單人物啊 所以過言之長 他就告訴你柯文哲 我告訴你 我調查局還放了東西 你再不鬆手 你要不鬆手修理黃珊珊的話 老娘再咬你一口 一照你看到柯文哲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就說不對 他的眼睛怎麼腫成這個樣子 後來再看到他的陳佩琪 陳佩琪在這個訪問的時候 也是一樣 雖然他在試作說 我現在只剩下四十二公斤 我現在有骨子疏 我幹嘛站不住 你能不能給我一張椅子 可是你注意到的也是 他的眼睛 你看到沒有 他的眼睛也是腫得不像話 保安哥現在柯文哲 跟陳佩琪兩人 就四個字形容 叫做壓力三大 整個壓力都快爆炸了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因為現在剛剛你看到畫面 是今天的柯文哲 但不是啊 以前的柯文哲不是長這樣子 以前不是嗎 你仔細看 以前他的眼睛 嚼嚼有聲 用眼睛就能殺人 眼睛還會透著光 右邊是正常柯文哲 左邊呢 有沒有發現柯文哲哪裡不一樣 怎麼眼皮子腫到已經快和眼睛 眯成一條線了 你本來還以為說 意外吧 巧合吧 結果不是 你看到陳佩琪之後 竟然發現 一模一樣耶 以前陳佩琪眼睛是大大的 水汪汪的 結果你看到今天陳佩琪眼睛 也腫了 腫成這樣 所以代表什麼事情 我們合理推敲 會不會是 兩個人從禮拜一檢調說 要召開檢查總長會議之後 就已經非常的難眠 輾轉難眠 一路到了今天 所以檢調昨天的七路搜索 真的對他造成其他壓力了 對 而且寶雷哥 不只是七路搜索 你要仔細注意看 昨天還發生了什麼事情 包括李文中 包括李文娟 甚至包括端木正 這兩個人有一個共通點 李文娟是柯文哲的什麼 帳房 結果你看喔 帳房 從早上九點被查到 隔天的凌晨六點 加起來高達我們講的 十八個小時 十九個小時 二十一個小時 那如果你是柯文哲 你會不會壓力大 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根本不知道 他在裡面講了什麼 包括端木正也是啊 這兩個人是最清楚 我金流最清楚 我命脈的東西 結果兩個人進去 出來了 到底講什麼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個一百五十萬交保 一個一百萬交保 所以柯文哲這個時候 把不該講的事情 都講出來 也就是說 你說壓力 柯文哲其實是經不起這個下的 這個壓力是承受不了的 他每次有什麼 人家是怕什麼 藏什麼 他是怕什麼 拿什麼 前兩天不是講嗎 大家覺得 最擔心的就是木可公司 如果木可公司 你就偷偷結束就好 他就要大張起鼓 告訴我要結束一夜 當你說你木可公司 要結束一夜 剛好給他檢調單位 最好的一個搜索 衝進去的理由 而今天大家也在問說 那九十六萬的這個便當 到底什麼回事 他沒有回答那九十六萬 他回答什麼 他回答說 這十八萬比真的是太多了 人一定會出錯 但是兩千萬也太多了 你說關鍵字出來了 兩千萬 寶大哥 通常正常人 我們講的 遇到不想回答的問題 會轉移焦點到一個 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但柯文的相反 當你問他一個問題 他回答不了的時候 他會轉移到什麼 他最害怕的事情 他是個好學生 他會把最害怕的事情 端到檯面上 所以你看到 當今天問他九十六萬 明明是問他便當事情 他說什麼 他在講 誤差七萬塊 我可以接受 我誤差到兩千多萬 我兩千多萬 太烏龍了 太烏龍了 你知道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柯文哲最害怕這兩千多萬 這兩千多萬很恐怖嗎 當然 因為我們仔細看 這兩千多萬到底哪裡來了 他們那場記者會 原本是要講什麼 原本要講 尼澳跟時樂 為什麼會有九百一十六萬 對不對 結果誰把兩千多萬 這個數字拋出來 誰拋的 柯文哲拋的 黃珊珊拋的 陳志漢拋的 民眾黨莫名其妙 講說有十七筆 其中十五筆的漏報 兩筆的誤報 十七筆一八一七萬 總共加起來總共高達兩千多萬 所以不是九百一十六萬 是超過兩千萬 對 這是他們自己講出來的 那更怪是他 第二件事情 包括陳志漢說什麼 會計師便宜刑事 調節金額 柯文哲 律師 這些告端木證 黃珊珊說什麼 我真的去告了 我不用 我就真的去到地檢署 直接去告他了 但這時候有個問題出現了 端木證是代表什麼 作賬那一方 那過去如果說 你要解決到這樣的分爭 保證會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單純 怎麼單純 他們在現場是不是拿出了 這整箱說是收據跟發票 那你就把 一八一七 你就把兩千多萬元的發票 比照那個時候的NG149 我一張 一張 一張 全部貼在整個記者會後面 總共金額加總起來 是一八一七萬 總共加總起來是兩千多萬 所以代表什麼事情 端木證真的浮爆 真的漏爆 但我請教導保證哥有做這個動作嗎 所以你說 搞了半天 他們把所有的責任丟給了端木證 他們現在說要去告端木證 他們說今天都是端木證便宜行事 你說其實都是他們移花接木之計 都是他們要轉移焦點 因為就算你今天端木證便宜行事 就算你端木證隨便拿了發票來填充 就算你隨便找了四家公司把它給塞進去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 你這九百一十六萬 你原始的評證有多少 你說原來因為太多了 多到我來不及處理 不管五張十張一百張 那你現在把五張十張一百張拿出來 就像當年的蔡壁如把它給貼出來 那不就結束了嗎 結果你們拿出了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還不給人家看 這個箱子還不能打開 箱子還不能拿出來 然後就把所有的責任丟給了端木證 而且黃珊珊我覺得最妙的是 人家檢調都已經約談了端木證 都已經把它當成被告了 那你還去告她幹嘛 你告她的理由跟今天檢調約談她的東西 一模一樣 你不是脫褲子放屁嗎 對 所以代表說五官木證這個人 叫做我打破砂鍋 就是要把責任全部甩鍋甩到她身上 但各位你知道真正可怕在哪裡嗎 為什麼我們說兩千萬是柯文哲最害怕的 因為你想想看 柯文哲最後政治獻金三億四千萬裡面 最後的結餘大概六千多萬 但六千多萬代表一件事情是什麼 寶貝哥你知道嗎 還真的從銷不掉 因為我兩千多萬都沒有辦法處理 我還剩下六千多萬 我已經手工手工要把錢給花掉 我已經手工手工用各種收據 我要把錢給沖掉 我沖了半天 我還沖不掉 連便當都拿來沖了 各位九十六萬的便當 我都不知道這個便當裡面有碎鑽紅寶石 還是有香金孔金呢 九十六萬的便當代表說什麼 已經想盡辦法再沖了 但我們現在不僅細思極有更可怕的什麼 如果這兩千萬到現在為止 到了誰口袋 落入了哪裡 錢去哪裡 我們還不知道 但不對喔 因為我們先前是不是講到裝潢費一千六百萬 我們講到說廣告費 莫名其妙兩千萬拍影片一千萬 保利哥那些零零重重加起來 我上次叫柯文哲做什麼 我說他是魔術師 他可以把一億元變不見 那你想想看 三億四千萬裡面 如果不只這兩千多萬 不只這個便當費 其中包括其他的福報濫報 會不會有超過一億 甚至超過兩億的金額 都是這樣呼嚕呼嚕 黑龍西島 所以你說柯文哲走到現在 他的問題在哪 他當然自己最清楚 他會被檢調單位查什麼 他也最清楚 而且我們看到的 尼奧公司今天被審訊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是被告 他就要查 這個發票到底是不是你丟出來的 你到底有沒有假發票 這個跟你有什麼關係 很清楚檢調單位就在查 你這個錢到底留在哪裡去了 你這個錢到底有沒有發票 你這個錢到底怎麼樣衝銷 你到底有沒有虛報 你到底有沒有所謂的背信 甚至你有沒有洗錢 這個柯文哲當然清楚 柯文哲今天就招了說 對啦 我現在的問題有兩千萬 而且兩千萬還是基本 兩千萬如果你再加上他今天 我做影音的錢多了十倍 我今天做廣告的錢多了十倍 我今天做這個民調的錢多了十倍 我再把這個Armline Checking的錢 我就要問說 你柯文哲三億一千萬 你的選舉經費裡面 你到底多少 是用在你的選舉裡面的 對 寶玲哥 所以這是柯文哲最深層的恐懼 他說兩千萬 沒有啦 乌龍亂七八四 他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後面的一筆爛 通通都被翻出來 全部都湊不可聞 因為各位啊 這個便當是什麼 這是我們嚴峰議員 剛好巧合看到的東西啊 那除了這個便當之外 如果我們真的把這十八萬 比一比一比一系數 還會有多少個便當呢 還會有多少個離奇數字 根本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怕死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們現在為了說謊 已經不知所云了 今天不是講嗎 是九百六十萬零一百一十元 今天許甫居然敢告訴我說 那是九百六十塊再加上一百一十元 兩筆不同的帳都在一起 所以才變成了九百六十萬 九十六萬零一百一十元 天你想哪有這種事情 你不要說你這種填法 根本不可能 你就算填進去了 你的總帳也對不上 這種爛話 這種謊話 你都可以講 你就知道 這個團隊瘋了 而且許甫他所學的 我們講的絕對是 我們講科學 柯文哲的柯 為什麼 小學生都知道九百六十塊加一百一十塊 叫做一零七零 但偏偏民眾黨的數學跟人家不一樣 加起來會變成九六零一一零 而且怪的是怪哪裡 不只是數學不好 連中文都不好 溝通能力有障礙 因為當今天陳正恩出來說 說什麼 說沒有啦那個是九六萬 九萬多啦 九萬六千多啦 搞錯了 結果另外一邊許甫 另外一邊戴玉文 講的卻是九六零加一零 這兩種說法根本都不容嘛 所以很顯然民眾黨 現在是面對這筆爛 完全亂的套 而且更可怕的 寶貴哥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只是黨出了問題 現在會太過了 連柯文哲自己家裡都出了問題 所以你說 你要去看柯文哲今天最擔心什麼 你只要看柯文哲講了什麼 當他今天去講了那兩千萬的時候 就代表他現在最害怕的 深層最害怕的就是那兩千萬 他要解釋也是那兩千萬 還有一個就是 他兒子的那個公司 他那個兒子的公司又轉彎了 對 因為各位還記得嗎 當時陳佩琪明明跟我們講的斬釘截點說 對啦 我有犯一沒辦 請來抓我要判多少多少 就是我 我開人頭公司 我叫我兒子幹的 我給他十萬塊 那十萬塊他自己出錢 然後去辦這個人頭公司 結果今天柯文哲講話 不是喔 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沒有啦 我跟你講 誤會啦 父母太疼愛孩子了 出錢讓孩子開公司等等 怎麼變不一樣了 不是陳佩琪叫兒子去開的公司 他說之後負責人要換我自己 我再把十萬塊墊進去 因為我要開咖啡廳 結果柯文哲說出錢幫孩子開公司 不奇怪 應該讓孩子打天下 保留哥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改口供 改口供 更嚴重你知道什麼嗎 隔空串供 因為他的兒子明明學的是工程專業 怎麼可能跑去開咖啡廳 你不要玄伍你兒子了好不好 他兒子當時的論文是所謂的 測試系統探討配書電網路 在強風條件之下 恢復的時間跟損失的能量 結果你跟我講 他要開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剛剛講 我也可以做民調 我也可以做採賣 我也可以做一些大眾物資 跟他學的完全不一樣 保留哥你剛才唸的 所有每個中文字我都認得的 但你把它湊在一起 我根本聽不懂 代表非常專業嘛 這麼專業各位 他的指導教授吳文放 你知道是誰嗎 是台大工程所的博士耶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是非常專業的領域 就你怎麼可能說一個專業的人才 然後你說他要疼孩子 所以叫他去開咖啡廳 而且再來 檢調一定會拿著這份 過去陳佩琦所講的 你看喔 他說這個公司是委託代書公司 指點我兒子去完成 等一下喔 他如果兒子現在學的是配電網路 代表是現在的顯學 現在電是現在全世界的重中之重 你如果在你的本業上好好做 那個是飛黃騰達 當然 你兒子不要在你的飛黃騰達的路上走 你跟我回來開公司 而且開咖啡廳開在我的檔部 說這個叫騰兒子 所以各位我跟你講 越瞄越黑越來越錯亂 包括柯文哲跟陳佩琦 現在這種說法全部都會變成成堂正攻 因為到時候檢調一定會問你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老婆認罪了 結果你柯文哲又說 沒有啦他是要買給兒子的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證的 孰真孰假 而且你柯文哲是在媒體上講這句話 等於是說你有隔空創空的領域 搞不好最後面變成這個還是什麼 變成是到時候你會被羈押的一個非常主觀的要件 而且整家公司裡面寫得亂七七八八糟糟 有管理顧問啊 有食品啊 有產品設計啊 但我看了老半天 就沒有跟工程有關 就沒有跟我們講的配電系統有關 所以顯然 柯文哲現在最害怕的兩件事情 一件就是兩千萬 被查到底 發現後面還有個大密保 一件就是自己的太太 陳佩琪變成貪污至最被告 所以無董 現在柯文哲真的怕了嗎 我覺得我們這兩天看到一個 整個這個劇本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劇本 北檢有一個目標 北檢 我們看到什麼目標你知道吧 他要摧毀柯文哲的心理的這個防 這個防禮 他的心防 他的心防整個被北檢摧毀掉了 你剛剛看到了 所以我不是要約談你 我不是要去這個所謂的 把你這個所謂的狙擊壓 我要徹底的摧毀你 我要把你心防摧毀之後 我讓你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對 因為他最擔心的就是 萬一去收押柯文哲的時候 招勢非常大的這個抗力出來 然後搞群眾啊 搞政治運動啊 把北檢搞得稀里糊里的 他怕這種事情發生 對 因此檢察長在禮拜天禮拜六 看到你們這邊在鬧笑話 搞假仗的時候 絲毫不留情的禮拜一就開始行動 就幹下去了 從來沒有這種 然後今天柯文哲怎麼講 他說非常看到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的效率非常高 他肯定我們政府公務員的工作效率 去搞這條事情 對 但這個事情跟柯文哲有沒有非常嚴重的關係 沒有 因為很簡單 他的整個刑期 算是五年以下 所以並不是北檢要真正收押他的這個 主要的罪名 但是 所以說 今天這樣鋪天蓋地 你昨天的所謂的兵分棄錄 你既然已經兵分棄錄 按照大家原來的想像 你應該昨天馬上約談 這個柯文哲 你應該馬上把他給收押金件 就像當時你去對付 這個所謂的正文菜的時候 結果你說不是 你說現在第一個我要摧毀你的心房 第二個是因為這個案子太小了 就算把你弄下來也是五年以下 這不是北檢的目標 北檢的目標非常清楚 現在我只問一個問題 現在李文娟交保150萬對不對 然後他的哥哥居然是訊厚請回 對 那表示李文娟是不是統統講完了 講完表示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柯文哲不要講什麼2000萬的帳 我只問一個 木可公司帳上現在獲利將3900多萬 那3900多萬的獲利 就是在這次選舉當中的獲利 對 那這個木可公司的獲利 到底是屬於誰的 誰的 李文娟講了沒有 李文娟一定講完了 因為他檢調最擔心什麼事情 串供 我敢讓你150萬交保你回家 對 就我不怕你串供 通通講完了 你就跟柯文哲講我也不怕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坐實了柯文哲的罪名 雖然是親罪 對 但是我有把握 你我叫你來的時候 你哀的不敢哀 因為你已經犯罪 對 犯罪事實在北檢手上已經扣死了 可以說這只是第一步 這第一步嘛 因為你絕對是犯罪的嘛 我別人什麼都不要講 我就是要壓你的話 我也沒有話講嘛 但柯文哲知道 他已經中了這個 已經變成了 中了北檢的這個圈套了嘛 對 跑不出來這個牢籠跑不掉 然後再來大問題發生了 就是我認為幾天內 真的動大動就是三大案嘛 金華城要開始動嘛 金華城這個案動下去的話 就是五年以上的刑期啦 所有獨立罪 貪污制罪條例裡面 都是起跳兩種嘛 獨立五年嘛 貪污七年嘛 我們都知道嘛 所以說抓柯文哲 五年以下還不滿足 還不能先動手 他不能 他五年以下是當作一個小菜嘛 但是你 你到了我檢察官面前 你只知道 我已經有可能 你要扣我的條件 已經構建構完成了嘛 所以他不敢吵架 所以今天晚上睡不著覺 今天整個精神萎靡的理由 是在這裡嘛 但他不知道 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發現他們夫妻兩個 對法律的常識非常不足 法律的實務也不足 尤其黃三生太奇怪 他是律師耶 對 他居然沒有去保護柯文哲 讓柯文哲森林險境啊 整個事件就是 黃三三沒有把他保護好嘛 因為這幾年 我告訴你一個事情 這幾年為什麼 柯文哲作風 跟財團的關係 跟各種的這種廠商關係 越來越大膽 為什麼 其中一個是黃三三 這假的 他認為說 你律師看過的案子 我不怕 所以黃三三給他 很大的力量跟信心 結果沒有想到 根本黃三三是一個 能力不足的家 的律師嘛 對 好 那現在回來 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今天我看到了 很多媒體報導了一個內部 當時要不要去控告端木正 在內部有很大的一個討論 本來柯文在想要告嗎 需要告嗎 而且端木正剛剛講 是跟我一起打天下的 是從創黨就開始的 而且按照蔡壁如講是 他每年都捐錢給民眾黨 甚至剛剛講的 我信任你到了富邦當獨鬥 信任你當我的廉政委員 信任你當我的中央委員 這樣的人我要告他嗎 今天黃三三說 告 一定要告 非告不可 結果柯文只能告了 那柯文只能告了以後 你就跟端木正對立了 端木正對立之後 端木正只能跟你拼了 拼了以後 柯文就掛了 對啊 會計師查過帳 他知道哪一筆在哪裡 哪一筆會有問題 所以昨天最精采的 在北基站裡面 最重要的第一個動作就是 端木正他本身 他就是那個案的導遊 他就是那個導覽 他就直接告訴這個北基站 這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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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點就點就 根本就不要囉嗦 所以一邊在 一邊在徵詢端木正 一邊在搜索 那兩邊同步 這個張宇軒說叫做滾動式 滾動式減掉 從來台灣 中華民國沒有發生過第一次 有那麼好的一個內印在那裡 配合一隻快去吃 他巨細迷疑通通知道 端木正現在知道內部上的問題 絕對比柯文哲要更清楚 柯文哲講半天講不出來 兩千啊 可能超過兩千啊 什麼烏龍啊沒有談話 但端木正一定知道 案講一通 端木正通通清清楚楚 端木正已經很清楚地 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面 跟他幹到底了嘛 因為你要告我 所以昨天這是小菜 這個小菜是什麼 配菜 大菜在幾天內 我跟你講三大案一定開始 那個五年以上刑期的東西 一發動加起來的話 就馬上可以收押柯文哲 這個才是北檢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壓下柯文哲 否則的話 這個檢察長就白幹了 你過去曾經講 柯文哲雖然號稱智商一五七 有時候他這個政治智商笨死了 我想怎麼可能一五七 台大教授也台大的醫生 結果我現在看到這個聲明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木可公司第一個 李文中也被約了 李文娟也被約了 結果你搞了一個聲明 然後說我一句合法 那我要問他 你這個聲明從哪來的 是誰叫律師發這個聲明的 你今天如果 木可公司沒有一個大老闆 沒有一個主負責人 來叫律師敢發這個喊嗎 還有剛剛講的 今天柯文哲在這個所謂的 罪體招子裡面講 我世人無名 用人不到 就你說的 他知道了 問題大了 我今天聽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笑話 就是我們的日本朋友 石板明夫講的 他說他觀察 柯文哲的洗錢的手法 大概是日本大政年間的幾人手法 大政年間是什麼 我查了一下 是1912年到1926年 對 落後100年 二戰之前的 落後現在100年 我告訴你 我們的日本朋友觀察 柯文哲整個作業 整個洗錢 整個搞錢的方法 大政時代 大政年 打工的年代 大政年代 所以說這麼多笨事情 你沒辦法解釋 日本人可以解釋 這是屬於100年前的手法 對大家不要意外 第二個來講 柯文哲今天寫這句話 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你不知道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歷史人物 講過一句話 什麼話呢 軍非亡國之君 承接亡國之神 崇禎 崇禎講過 後來崇禎的命運如何 吊死眉山 這是柯文哲吧 你講了半天就是說 跟我沒關係嘛 都是你們的錯嘛 對不對 對 是人不明 又忍不到 那不是跟崇禎一樣嗎 但是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被騙了嘛 他被騙了嘛 那我現在還原一下 今天的案情 他精彩在哪裡你知道嗎 其實柯文哲有一個習慣 當這個事情呢 燒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推出去 100% 推得很狠 他推得不留餘地 他這幾個字就是要 他就馬上在下面講一句話啊 他說我已經把 你把 把這個 黃珊珊跟李文忠移送中平會 對 那移送中平會什麼意思呢 我跟你講 他私下還在安排 要求中平會快點開會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然後當天他離開了這個 黃國昌的直播之後呢 對 憤憤不平嘛 憤憤不平 因為他很簡單 他對整個事情的定義 我跟你說明一下 怎麼樣 他對整個事情定義就是說 一件事情搞壞掉 什麼事你知道嗎 就是戴立林嘛 沒有戴立林 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啊 有沒有錯 對 沒有戴立林出來抗議916萬 這個破口不會形成 這不是破口 這是犯罪事實 因為他講到916萬之後 讓北檢進來了嘛 對 北檢確定偽造文書了嘛 對 所以開始分案調查嘛 否則的話 北檢沒有辦法動啊 對 木口我們 我跟宇憲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去談木口 沒有用啊 916萬才是核心問題嘛 當你談到戴立林的兩家公司 李奧公司 916萬 要讓北檢確定 這個是一個偽造文書 成案 開始調查了嘛 介入了嘛 那就是然後 剛剛宇憲已經講過了嘛 他更笨的就是說 把會計師送給檢察官嘛 那後面不得了了嘛 這個事情 以柯文哲的定義 他本人的定義 他最火大什麼事情 就是你這個916萬嘛 三張發票 戴立林嘛 那個李奧公司 兩家公司 沒有這個事情 什麼都沒有嘛 對 那這個公司是誰的公司 是誰的朋友 誰的 黃珊珊的朋友 對嘛 所以他講了兩句話 沒有公開的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吧 他說這個事情 黃珊珊事先就知道 就可以把這個事情 處理好嘛 因為戴立林有講 我打給黃珊珊 黃珊珊沒有處理 對 沒有處理好 然後沒有處理好 然後第二個 還有引力不報 這兩件事情 所以這世人不明 是講黃珊珊 他主要最火大 因為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黃珊珊搞好 所以才會直接送中評會 你說送中評會 搞不好她的不分區就沒了 我認為禮拜五的中評會的結果 應該這個黃珊珊的不分區 不保的可能性極大 因為到目前為止 因為她送中評會之後 就那個 她沒有中評會 依照規定辦的 對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她要送中評會 為什麼黃珊珊的不分區 可能會沒有你知道嗎 為什麼 現在所有民眾黨的人群情激昂 最火大誰啊 黃珊珊 還有一個人啊 柯文哲 柯文哲要負責嘛 那黃珊珊想要誰負責 想要... 端木正負責 端木正負責 下午還跑去告 他告端木正什麼目的 推責任 救自己啊 自救嘛 他知道禮拜五慘了嘛 今天五告 上午沒有告 下午還要告 非告不可 我告訴你 就不回來了 因為... 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 人家檢查 檢查都已經搜索 都已經約台 你還告什麼 為什麼 為自己告 為自己告 所以今天的關鍵問題就是 現在柯文哲在自救 那怎麼辦 借黃珊珊人頭一用嘛 唯一的解決是這個方法嘛 是 黃珊珊 剛剛我們節目剛開始錄的時候 我還寫了個筆記 在我的這邊布置上面寫 等一下你問我 我要怎麼跟你講 今天是兵分七錄 觀眾朋友今天就聽我講 因為現在我們錄影半個小時以後 狀況已經都不一樣了 兵分七錄哪七錄 我現在很清楚講 把這個人一聽都懂 第一個叫做木可公司 在哪裡 南京東路 就是那個民眾黨的 柯文哲辦公室的二樓 那因為木可公司在那邊 單據也在那裡 就這樣畫面 所以第一個 兵分七錄第一個叫木可公司 第二個叫快進去事務所 上班的地方 東木街上的地方 第三個叫做尼澳跟石樂 那因為這兩家公司 雖然名字不一樣 可是它登記都在內湖 同一個地方就對了 三家公司四個住處 住的地方要搜索 李文忠 李文娟 戴麗玲跟端木正 他們四個人住的地方 也都被搜了 所以加起來三個公司 四個住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兵分七錄 好那觀眾朋友 今天有四個人是證人身份 被北檢約談 四個 第一個李文忠 另外三個是誰 第二個就是戴麗玲 那戴麗玲 他現在名字中後我不知道 那還有兩個人 沒有對外公開 很可能 今天如我不講說 戴麗玲已經被約談 我們也不知道戴麗玲 而且戴麗玲不是今天被約談 她昨天就已經被調查局約談 就搞了半天 她約談什麼東西 還有我們不知道的人 戴麗玲現在目前看起來 至少我在講話的當下 不過等一下會變怎麼樣 或是我們大家觀眾朋友看新聞 那另外兩個人 會不會就是端木正跟戴麗玲的助理 因為端木正的助理 也是可以登的 今天我們就好講 他也可以登嗎 所以這幾個人都是證人 可是證人不能戴律師 一旦認為你犯情重大又或者是 你沒有坦誠不會的話 那就算被告了 那另外當然 柯文哲跟這個 陳佩琪還沒有被約 因為大家去告發他們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被告身份 被告身份不一定會有事 但是身份不一樣 就有待律師沒待律師 第二個 既然是證人 但李文中文代理的助家 今天是同不被搜索了 就代表什麼 代表檢調是有備而來的 他所有的東西 他不讓你等 剛剛雨萱講的很重要一點 我真的看不懂 政治上來講 那我也覺得這個完全一點問號 就是你那麼重要的 對一個三組總統候選 拿到369萬票的柯文哲 你報仗有問題 你閉關兩天六支都不出來以後 好不容易跟大家講 各位觀眾我們查清楚了 等那個記者會現場發說 木可公司聲明大家傳閱一下 要關掉了 你到底是 木可公司記者會還是 民眾黨記者會還是 柯文哲記者會 提醒檢調單位要趕快搜索約談 然後木可公司還能發聲明代表 木可公司還有另外十字可以影響的人 對 對不對 那是誰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進到那個公司過 第二個 禮拜一 鍾小平才去告發 今天禮拜三 已經兵分七路 代表什麼 早就準備好了 早就在查了 甚至找到什麼 找到戴力林 所以你要跟十二 為什麼要頻頻發聲明自清 他們可能都有知道 所以你要當證人 好好把所有東西都講出來的證人 你才能繼續當證人 所以顯然 簡單現在目前是出眾手 什麼東西都不想放過 那當然我們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的 你要去看 第一層叫做有沒有亂暴障 有沒有違反規定 可是亂暴障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暴障的所謂的商業會計法 可是如果涉及到金錢的流動 是違法的部分的話 那又是另外的罪責 所以這事情才剛開始還沒有結束 好所以 袁鳳你說 柯現在實際上完蛋了 而你說柯現在是三無老人 柯文哲其實自己犯了 非常嚴重的戰略錯誤 為什麼這樣子講 號稱157 結果在整個事件裡面 為什麼叫三無之亂 第一個 你在第一時間召開 你們內部的會議的時候 竟然沒有找專業的律師 第三方公正單位 你說禮拜六 你說他禮拜六 不是說我自己查就好了 對啊 要有第三方公正律師 否則那是沒有效益的 而且還要有第三方公正的會計師 不然都是你們內部卸責大會 跟說謊大會而已 裡面唯一一個有律師資格的人 叫誰 黃珊珊 結果你們就全部都聽黃珊珊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一直在講說SOP 他講說他智商157 第一個他非常笨 第二個是 他完全沒有SOP 完全沒有概念 這種那麼嚴重的事情 你當然要跳脫出你的高度了 你要去知道 到底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該查帳就查帳 第二件事情 開了一場無意義的記者會 大家在問你916萬金流 你就全部交代清楚就好了 你自己還去查了之後 告訴大家說 不是916萬 我們是將近2000萬 15個誤報的 還有兩個誤報的 還有關鍵都是端木正的錯 都是端木正的錯 全部推給他 結果火越燒越旺 提油救火 第三個叫做什麼 無厘頭的直播 那一場記者會講不清楚 他又跑去黃國昌的直播取暖 想要讓小草說 你們不要走 阿伯一直在這裡 他在講什麼 下一次的選舉 我要寫SOP 這個已經是做假仗的法律問題了 SOP監察院早就多年都有了 還需要你柯文哲 至上157來寫嗎 對不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 你只要相信黃珊珊 七七慘慘七七 真的假的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這樣講 還有一句話說什麼 挖刷幫 挖水水老 挖地條西地木 他就這樣的嗎 就是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過去跟黃珊珊一樣 有交手經驗的 而且是專業律師 他說他只要問到黃珊珊 關於律師的見解的時候 黃珊珊給的答案 永遠都會讓人家眼珠子掉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是政治人 他在思考的時候 他會先以政治操作為主 而不是向律師去幫你釐清問題 所以柯文哲 你一路的相信黃珊珊 那就難怪是這個結果 你說今天 柯文哲會休果了了 第一個 黃珊珊今天以被告被地檢署約談 你說完蛋了 他被約談被放出來了 被放出代表 他是不是全招了 如果全招了 那對柯文哲來講 一定非常不利 另外一個講說 今天他不是舉行那個記者會嗎 你說不舉行還好 舉行了全台灣炸鍋了 因為整個全台灣人 都在看這個說謊大會 保齡哥這叫滿口荒唐言 一筆筆爛 首先你要知道 現在柯文哲不是這個記者會而已 這個是假葬彭波 同時現在有兩隻劍 都射向他的心臟 而且這兩隻劍你在幹嘛嗎 比速度 比速度 看誰先讓柯文哲倒在地上 首先我們先講彭任聖 彭任聖你先去看喔 今天他明明是以被告的身份 奇怪 原本約翰台來講他應該是證人 但他後來說什麼 說我沒有辦法如席出席 我的律師在國外 我要請假 史上最好笑的理由 然後呢 就被轉被告了 轉被告之後當然得要去嘛 就逼人就犯 但是怪是怪在 彭任聖竟然最後放出來了 所以你說喔 今天檢察官 讓你拖延的時間都沒有 照一講這個案子都已經這麼久了 你再拖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也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 你說檢察官在比速度 連這個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時間 都不讓你拖了 當然沒有時間可以 你在那邊拖拖拉拉 等到8月20號 直接把你彭任聖就以被告聲的約來 所以你看喔 最後面他有什麼 限制宿居限制出境出海 結果就放了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嘛 彭任聖決定什麼都招了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看一下彭任聖現在的樣子 保證看看 骨瘦如采 瘦成這個樣子 這代表他壓力三道 你看 對比這兩張照片你看 以前他碰破要碰破 以前還蠻有這個官藥浮相的 現在 瘦得像一個老頭子了 對 他現在只想要平安的回家 所以代表彭任聖他咬的死 沒有一個人嘛 副市長能咬誰 就只有市長 而且不只這樣 就像他們今天民眾黨所召開的記者會 要解釋這個假帳風波 那你會怎麼訂到 剛剛導播我們看 那個假帳風波 那個記者會 你說根本就是一個 推責任跟說謊大會 首先第一個 他們從頭到尾 只有一種解釋 那個解釋就是 會計師搞砸了 會計師胡搞瞎 就保證說 你猜什麼著 馬上 就在我們剛才錄影騷擾的時候 會計師直接否認了 因為他們是不是說 端木正為了便宜行事 符報爛 就端木正說什麼 關於柯文哲甚至現金申報案的 我們幹嘛 他說我全部都依法令規定處理 而且他說 會相信還我清白 是代表一件事情嘛 兩邊現在說法都不容啊 可是黃塞生不是不是講啊 你知道黃塞生 你把刀子怎麼樣 戳向端木正的嗎 他講 會計師第一個錯誤就是漏報 累積到後面的結算 結果結算的時候有短差 短差所以要說明 端木正竟然沒有做完聲明 也沒有跟進選手不討論 結果自行做了調整 他說虛報 是會計師虛報的 關於柯文哲我坦白說 如果這個會計師真的虛報 那他也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會計師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會計師唯一要做的一個工作 叫做簽證 簽證你知道什麼嗎 你拿來收據 你拿來交款單 你拿來金流 我把相關的文件 做一個統一的整理 他都會留一個會計師底稿 而且是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要做 那我請問一下 今天黃珊珊把所有責任都給他 那我請問一下 所以你提款也是會計師幫你領錢的嗎 你匯款也是會計師幫你匯了嗎 然後作帳是你會計師作帳的 你簽名是 會計師登記的 你簽名是會計師拿來嗆壓你 去逼你簽名的嗎 都不是嘛 所以黃珊這個叫做胡扯 而且對啊 今天這個簽名剛剛講的 不是會計師自己簽名就算了 今天李文中要簽名 黃珊珊要簽名 柯文哲要簽名 結果你們簽名你們都不算 對不起我們都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給會計師騙了 對我跟文文講這個簽名多複雜 第一個你首先要有財務辦 財務辦是誰 就是李文中的妹妹叫李文娟 那財務辦呢他有人提出計畫 然後拉球新碗單之後呢 他要幹嘛 他要經過張亞玲 也就是社會主任同意 他要經過誰同意 周宇修同意 周宇修同意之後 最後要送給誰看 競選總幹是黃珊珊看 黃珊珊他還要跟柯文哲確認之後 他才可以去簽這個名 否則你怎麼可能花柯文哲一千萬 他不跟你計較 他這麼愛錢的人 對啦所以你看 這個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能說 你們這些人都傻傻的 被會計師騙了 然後簽了一大堆東西 捏造你們的簽名 捏造這些評證 哪有這個可能 少來這一套嘛 而且他今天講說 我們是很負責任的 我們每個禮拜都在做帳 我們每個禮拜都按照什麼 他特別講 按照監察院提供的表格 我們都已經做好帳 你每個禮拜都已經做帳了 每個禮拜都已經弄好了 每個禮拜都已經弄好了 每個禮拜弄好了 又交給會計師 就你現在告訴我說 會計師來不及 今天連陳志涵 陳志涵居然竟然 用三個進來 好像這個會計師是非常糟糕 這個會計師非常惡劣 這個會計師非常膽大包天 他說端木正的回應 是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才有很多漏報的狀況 所以便於形勢 擅自調節 所有的支出都有明細 有收據 但是會計師沒有報給監察院 而且廠商競選總部 都不知道 所以我這樣欣然陳志涵 用三個進來 我就送他三個華然 什麼 許國華然嘛 我就問定一件事情 你說你每個禮拜都有坐上 每個禮拜都有紀錄 那請問紀錄在哪裡 今天應該要公布出來啊 代表說我幾月幾號的時候 我曾經申報過 也沒有嘛 對不對 因為你要甩過給會計師 你來給我看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說 哎呀我們總共呢 會計師漏報了 加虛報了 誤報了1817萬元台幣 好 那我跟你講你講這個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到目前為止 保健哥請問一下 查到的金額大概多少 916 916 所以你中間還有901萬 所以是901萬 我們還沒抓到 然後會計師也扶報嗎 再來你說 哎呀應該是不是 因為他壓到壓線壓到最後面 然後呢所以他自己才 亂報一通 怎麼可能 我就問一件事情啊 你如果每個禮拜提供給會計師 那會計師他我們講 做帳的習慣 都是每個禮拜做 每個禮拜做 他怎麼可能跟你積兩個月 然後最後再一次做 那請問一下這些 收據這些評證 到底在哪裡 因為今天看起來 而且台灣民眾黨 還弄了一個圖 弄了一個梗圖說 我們是委託會計師 會計師說時間來不及 結果漏報 漏報的金額大概2000多萬 分9筆申報 他說會計師沒有跟計選手 不這樣 自行吧 短差的金額 申報給石勒 尼奧 木可肯公司 可是不對啊 如果你今天是會計師 絕對有問題 會計師退回去就好啦 叫你計選手 不作帳就好啦 哪有說 今天會計師絕對有問題 會計師 還要想辦法 幫你找科目 把錢給推進去的 我還形容這個場景是什麼 這個場景就是 這個會計師非常的不認真 提供給他那一堆證明 然後他竟然都不用1000 然後最後面呢 這個會計師呢 才自己非常認真的 做什麼事情 他開始呢 衛造了交款單 衛造了提款單 衛造了收據 衛造了發票 衛造了所有紀錄 還要一筆一筆 把這些金流 算起來 兜起來 你覺得有這個可能嗎 當然沒這麼可能嘛 再來你看喔 他說我們那個支出 都有憑證 而且人家講的 你不要再罵了 他們講說 我每個評審 都沒有跑到個人的口袋裡面 而且黃沙特也講啊 中間沒有人偽造 任何發票及支出證明 每一筆錢 他特別講 每一筆錢 都用在選戶上面 沒有洗錢 沒有歐龍水洞 你們不要再誣賴我們了 好好好好 那我就問幾句 簡單話就好了 請問一下 那916萬最後去到哪裡 到現在還是沒答案啊 我今天好奇的 是尼澳公司說 我沒有這三筆錢 這三筆錢是916萬 我沒有 你們沒有錢給我 可是你們報在裡面 我要問的就是那916萬 那你就跟我講916萬 如果你真的是說 他有所謂的福報 真的有所謂的虛報 你總有預算 可以兜出916萬吧 那你就把那個 兜出的916萬 給我就好了 那你後面拿那麼多的箱子 你後面拿那麼多資料 不重要 我不想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 那916萬是怎麼來的 對寶麗哥 結果他沒有兜出916萬 他兜出了1817萬 我都不知道這群人 到底腦子裡裝的是什麼 真的很奇怪 而且各位你仔細看喔 他提供的這17筆叫什麼 物報跟漏報 就是所謂的 湊起來是1817萬 對不對 但他最後面的文目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數是什麼 又變成2000萬了 然後這個數是 跟我們講的916萬 還是都不容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跟我講說什麼 我跟你講 你這個都不要胡說八道 因為你如果剪掉 真的查下去寶麗哥 你知道他會查什麼嗎 會查什麼 他會查金流 但查金流有時候 因為我跟你講數字都不一樣 比如說這916萬 有些是500萬 對不對 有些是200多萬 對不對 所以他看的提領紀錄一定是說 你是不是從戶頭裡面 撥出來500萬 200多萬 而不是說 如果是按他講的 他應該是幾十萬 而且你知道嗎 我今天看到了陳志涵 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後 我覺得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你在侮辱我的智慧 你根本把我在電視前面的人當 你今天弄了很多的發票說 我跟你要本來就有合約 我本來就有互動 我本來就有發票 廢話 你本來就跟他有合約 因為我知道啊 假設說你今天跟他合作有1000萬 可是你家報了1500萬 你多了500萬 人家你要說沒有 我沒有收這500萬 我好奇就是那500萬 你把那前面的1000萬裡面的合約 我當然知道有啊 你把1000萬裡面巨蜥迷說 我有這筆帳 我有這筆帳 這都跟你要有關 我當然知道 保良哥我跟你講 你搞錯一件事情了 我要幫你更正 你剛才說這些一堆發票對不對 我都一個一個仔細看過 根本不是發票 一堆新款單 所以那個東西是他們愛怎麼寫 那怎麼寫 連發票都不是 根本不是發票 他把我當更笨了 對你如果真的有證據 你應該拿發票出來 我就看了老半天 想說怎麼給我們一堆新款單 新款單 對那你仔細看喔 黃珊珊這個說法更好笑 黃珊珊你看 講了老半天 然後第四點她說什麼 她說哎呀雖然我們委託她呢 那這個會計師在清潔的時候呢 應該要呢 如此的去集合 她說結果會計師呢 竟然做了很壞的事情 她看什麼 就是我們給她發票 我們給她評測 我們給她收據 結果呢她都不處理 然後最後呢自己虛報 自己輻射 而且她講第二件事情 她說而且我們的財務呢 確實是有參與在其中啊 只是我們財務呢 財務呢也沒有這個認真工作 所以大家呢也代乎之手 沒有善盡責任 所以我們才會重大這些數字 不是 而且我覺得最好笑 是她的第九點 第九點我是覺得 讓我有點毛骨悚然的 為什麼第九點我覺得 毛骨悚然的 他們看 你要公司負責人戴女士是我的朋友 可是戴女士已經透過記者 已經接受訪問說 不要再叫我三友友了 我跟她不是朋友 我跟她只有公務的合作關係 為什麼人家已經接受了訪問 已經報紙都登出來了 已經清清楚楚講了 她不是三友友 她跟你沒有私人的關係 你在這邊還要特別強調 尼奧公司的負責人 帶女士是我的朋友 你現在還要把她綁在一起 她想下車 你不讓她下車 對 保證跟我們講 這整體事件 到底為什麼會爆發 因為很簡單 尼奧跟時樂 其實他們爆發這件事情 說發票理由就是 從木可公司開始嘛 那時候是不是木可被大家查出說 哎呀有這個假帳的問題 甚至是呢 有可能虛報的問題 但你其實想想看 如果今天木可會出事情的話 接下來會查到誰 尼奧 尼奧跟時樂也會查 所以這個叫什麼 自保 他們當然是為了自保 跳著說沒有喔 這筆金額根本就沒有喔 但尼奧公司的負責人帶女士 是我的朋友 對 黃三的意思說 你別想啦 你跟我在同一程上 休想西島又沒有西民島 好可動 沒有這個事情 就把它一起搓一下水嘛 所以你仔細看看 這件事情 如果繼續延上下去 我才最後細數給各位聽 包括我們講的 詐欺罪也有可能違反 背信罪也有可能違反 甚至會有什麼 三塊法也有可能違反 稅捐金色法也違反 所以你想想看 這一二三四五條 我倒還沒有講政治獻金 也沒有講聖打法 請問一下 你覺得柯文哲你跑得掉嗎 好 無導 剛剛講的 這個季選總部的總財務黨是誰 是李文綜 那我們也了解 這中間是誰 誰在管帳的 誰在登陸的 都她妹妹李文娟 其實我覺得 導播我們等一下放她講的話 真的太經典了 她很認真的喔 我覺得她表情非常嚴肅喔 她說我要很負責任的 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一份的憑證 都是由我親自簽合 很可惜 出現了這些短差跟漏報 好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哈哈 我真的 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無導你看 她是非常認真的講 我要這個嚴肅告訴大家 我不知道 李文綜我認識她 她來看 她有一次來看我 我就問她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說妳是不是代表柯文哲 她說不是 這個 這個人喔 膽小如鼠扛不住事情 膽小如鼠 我跟你講她一收押 我跟你保證 就有一個關鍵問題 木可公司的負責人是誰 她妹妹啊 她妹妹李文娟 那帳上還有四千萬對不對 對 那四千萬是不是不法所得 可能不法所得嘛 對不對 他們現在四千萬 如果李文綜被收押的話 他會說四千萬要給誰的 我跟你保證他要柯P 我跟你百分之一百 那是柯P叫我幹的 因為他跟柯P直接關係 李文綜也跟柯P直接關係 所以這個木可公司這件事情 不要扯任何人 就是這個天才 所以說 我非常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完全不知情 我妹妹幹的 所以他後面還有戲啊 李文綜的戲還長得很 是 他在 他完全就是柯文哲的死檔嘛 柯文哲的財務就是他搞的嘛 因為他們關係我非常 我非常了解 因此 第二個問題 我問你很簡單 最後一個要送監察院的 報告之前 李文綜要不要簽制 要簽制 柯P要不要簽制 要簽制 都要簽制啊 黃珊珊也要簽制 那黃珊要簽制 那怎麼可以推給這個 怎麼可以推到 會計師 推不出去啊 為什麼要推 而且推得多兇你知道嗎 要告他 要告會計師啊 有必要告會計師 對 那會計師 那為什麼要告會計師 為什麼 當然就是故意要 我現在講的要告 就故意撇清 黃珊珊跟會計師的關需嘛 大家都知道 會計師端木正 是黃珊珊的朋友啊 端木正是黃珊珊的朋友 當然黃珊珊 全天下都知道 他的系統的嘛 所以這裡面的故事很多 那今天他等於說 我說得到 今天你明明知道 你說這些話不會相信 都幹嘛他們還敢 開這種記者會呢 所以這就是有人告訴柯P 沒問題 我們告他沒事 擺平了嘛 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端木正會接受嘛 對 那結果端木正有沒有接受 沒有接受 沒有接受嘛 就相同的一件事情 他又被黃珊珊騙了 被黃珊珊騙了嘛 所以黃珊珊為什麼要騙人 只有騙一次嗎 不然呢 黃珊珊騙的不是一次嘛 黃珊珊騙了兩次跟三次嘛 沒錯 當時那個六點嫌疑也是黃珊珊說 你選你會贏的 因為我跟你講 這整個故事裡面就是 一開始大家懷疑內爆嘛 跳船潮嘛 跳船潮 大家都說跳船了嘛 現在只有一個傻瓜 最後扛到底啊 這個傻瓜是誰 你知道嗎 誰 157嘛 IQ 157 他看不懂報表嘛 他當醫生沒有用嘛 財務報表看不懂嘛 財務報表看不懂 你就被動了嘛 所以端木正 兩個在演戲 看不出來嗎 你把我罵得越兇 我馬上來個聲明 他通通沒有用 所以李文忠跟柯文哲坐在台上 完全是個傻瓜 被整個的劇本綁在裡面了 你說今天就從這個彭聖聖的案子 可以清楚 今天檢調單位不但不放 而且檢調單位的步伐 連慢一步都不願意慢一步 代表已經完全啟動了 今天尼奧公司 怎麼可能突然講說 我今天要把這個收入牽出來 他可能受到壓力了 那誰給他壓力 檢調嗎 那如果檢調給他壓力 那只有尼奧嗎 那如果不是只有尼奧 很多人要跳船嗎 都在跳船 從彭政生跟周宇修跟黃珊珊台灣之後 他們回報給柯文哲什麼話 你知道嗎 彭副市長搞定沒問題了 搞定了嘛 搞定了今天把他狠狠地咬了一口 安全 最安全 對啦 菠義絲搞定了嘛 菠義絲發聲明了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尼奧 我問你 尼奧跟那個916萬的事情 沒有先打招呼他敢用嗎 當然不敢啊 誰打的招呼呢 誰打的 我不知道啊 一定是黃珊珊打招呼 好朋友打的招呼 好朋友才肯打招呼 所以整個故事把它歸納起來 就是有人要推柯文哲上斷頭台 才是真正的故事的核心嘛 因為大家看了 你看 連館長都在罵了嘛 叫什麼 叫低級錯誤 低級錯誤 為什麼犯那麼低級的錯誤 都是低級錯誤 都指向一個方向 什麼方向 都要把柯P推上斷頭台 好 尼奧 在裡面 只有你參加過選舉 只有你寫過那個監察院的 那個申請的報告 今天他全部都推給 什麼我們今天每個禮拜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做帳給會計師 可是會計師沒有按起座 沒有按起座 推到後面 結果推了太多了 有兩千多萬的帳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選了四家公司 把這些帳 塞到這四家公司裡面 其實他今天這個整個記者會 從頭到尾都是在說謊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在我們選舉經驗一定有 贏那麼大規模 總統選舉一定有財務部門 你一個會計 好幾個還不是只有一格 不要講他選總統 你選C元也要 對啊 然後再來 這個會計 然後要乘給主管 再給總幹事 一層一層簽上去 剛剛講到會計師 你今天即使把這個給出去 給會計師事務所 都有專業的記帳室 都會先把這些資料 全部把它理清楚 會計師只是做最後的簽證 會計師之前還有記帳室 假設因為我們就小本經營 我們現在人手不夠嗎 因為我們人手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事情 記帳 出帳 所有的東西 包括報到給檢察院 我全部都委託給這個會計師了 為什麼我說他說謊 說謊 牧可 柯文哲總部有1300萬的授權費 可以給牧可 對 他的財務部沒有辦法 去請專業的會計人員 對齁 1300萬可以請多少的專業會計師了 對不對 就代表說 你至少可以請十個耶 超過 超過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理由 然後要說服大家 這是第一個 我聽不下去啊 我都沒想到 你光是給牧可公司的授權費 而且你阿里亞渣的費用 都已經幾千萬了 這幾千萬的 你隨便找個會計師 你不要說找一個 你找兩個 三個 四個都沒有問題 你找國際跨國大的會計師 都還有剩啊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我們在講說 監察院的這個申報系統 沿用已久 你只要要登入 你一定要有憑證 你一定要有發票號碼 你要有匯款的相關資料 才有辦法去登入 對 但是今天柯文哲他們 整場記者會 完全沒有回應這個問題 光講916萬 三比賬嘛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去登入 你發票號碼 到底是從哪邊來的 天啊 交易的日期 你從哪邊來的 再來 你交易的對象 也要登入啊 再來你的哪一天 匯款 時間 你也要登入啊 那你到底是怎麼登進去的 所以你說 我不是說今天 我要報到監察院 我就一筆帳 一筆帳就稀哩忽哩的塞進去 就半夜偷偷塞到門縫裡面 說不是 是我這裡面 剛剛講的 我今天如果要到監察院裡面 我有個收支帳登錄的維護區 收支帳登錄區 加拿 我今天有個交易的日期 我今天是哪個跟哪個單位 那我的金額是多少 還有 我每一張的統一發票 甚至我連那個所謂的相關人員 親手 我都要清楚交代 沒錯 一筆一筆都很清楚 所以他今天沒有交代916萬 到底三筆 他發票跟流向到底去哪邊嘛 再來 這個你要他有77萬 這個演唱會的收支嘛 當時是給木可 那我就舉一個簡單的邏輯 柯文哲你今天是做善事的嗎 你來開一場演唱會 有77萬的收益 結果你就給木可 送給木可 那我今天我也來開一個縫可 iPhone嘛 林嚴峰的縫可公關公司 你來幫我唱一唱 賺的錢全部進我的公司 你柯文哲會願意嗎 他當然不願意 絕對不願意嘛 所以你又說 然後他們今天的說法說 哎呀 年底的時候呢 木可有捐了100萬 進去給競選總部 可是因為他累積虧損 所以我們把他退回 那我們明年再來捐 還有這種事情喔 那再來 今天整場記者會 過去柯文哲他們一直否認說 哎我們跟木可這邊喔 有關係 結果在記者會裡面 民眾黨在幫木可 發他們的聲明稿 對 說他們要清算 那不是坐實說 你木可就是直通 柯文哲的競選總部嗎 哎我覺得這個東西 最荒謬在哪裡 導播我們看到今天 那個記者會來講 這兩天對於柯文哲來講 最大就是你的帳目不清 你是以親聯起家的 這個帳你居然可以報假 這樣你可以虛報 甚至你被質疑是洗錢 你今天是不是應該 好好把這件事情給弄清楚 結果沒有 今天你最重要的事情 居然要告訴我們說 木可要收掉了 現在被人家發現 他就說他要清算 那很多網友在笑說 會不會你現在是在忙著 處理你的債務存款 還是你要來燒這些帳本 為了怕剪掉的搜索嗎 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的懷疑 木可如果收掉 他的帳策可以丟掉嗎 現在他如果丟掉 剪掉到時候要去查 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能拿他怎麼辦 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個會計師 他現在發了這個聲明 那間會計師事務所 不是這個端會計師一個人的 他還有其他的會計師 所以因為柯文哲他們 這樣子亂搞 有可能他整個 會計師事務所必須要被調牌 再來他會有刑事上面的責任 他這個前途茫茫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他一定要反過來反咬 他覺得他自己都是合法申報 怎麼會被你們柯文哲講成說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會計師 可是我很好奇喔 你要把這麼大的責任 天大的責任去丟給貪污政 你難道不會擔心人家會反撲嗎 你們怎麼這麼敢呢 他們很敢 大家記得 他們很敢 他們大家記得第一天我們質疑的時候 民眾黨出來講什麼 他說我們一切都有會計師的 合法的申報 所以你們不要再幻想了 結果今天出來開記者會說 都是會計師的問題 都是會計師的問題 那我們到底是要相信你哪一個 你說會計師的合法 話都他說的 對嘛所以遇到問題就轉彎 為的就是要幹嘛 就是要謝責啦 好所以是說 剛剛講的 今天嚴峰剛剛就把那個帳弄出來 我覺得很清楚剛剛講的 你每一筆帳 你什麼時候的交易時間 你每一筆帳的到底怎麼轉進去 甚至我今天進的帳裡面的統一發票 我是每一筆帳都清清楚楚 這樣的帳 你也可能給我報錯 光姐我跟他講啦 事實上全台灣最保守 或是最這個不會出錯的 其實就是會計師 所以你現在把責任推給會計師 我跟你講會計師通常啊 他會保有非常多的證據 所以我跟你講 你惹上會計師 你絕對是死路一條 他怎麼敢去丟給會計師 因為他們為什麼 沒保他們現在只能夠這樣子做 我就跟他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 我跟你講全台灣來說 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因為我們也算在財經界很久了 通常都是公司騙會計師 很少是會計師去騙公司 成長幾乎沒有這樣 所以通常都是公司你要做假照 做假照 然後呢會計師抓到 所以這個很顯我跟他講 這很顯的就是你可能呢 你要會計師 而且我跟他講 你不要以為這個會計師工作 簽這個證他有很多錢 沒有 事實上這種小case 他其實可能只有幾十萬就把它做掉 但他現在卻要單 可能整個公司沒有的這個責任 他可能也有相關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刑事責任 或是相關的責任 他當然不願意單 所以現在我跟他講 這個好戲才剛上演 因為他一定會有非常多的這個證據 可以證明 而且我跟他講 什麼叫做時間來不及而漏爆 各位你知道 這讓會計師認證 他裡面的才有幾筆而已 你知道幾筆需要多久時間嗎 多久 他可能只要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可以結束 為什麼 寶貞你不要以為這個帳 其實沒有那麼的複雜 他只有幾筆這樣子 為什麼要為了這樣的事情 然後要做更多的事情 我跟他講 如果你真的來不及來說的話 很多時候你可以這個延遲申報 或者是說你後來 你可以先申報出去之後 你還可以再补申報 這都可以 所以他現在是等於是一腿五六 全部推給會計師 所以來說這個可能接下來 我覺得會計師有非常多的這個東西 一定有非常多的證明 最後可以反擊柯文哲 董事長 我們這裡面你最了解柯文哲 你也最了解民眾黨 你最了解這些人 怎麼如此膽大妄為啊 我今天覺得說 本來以我小小的腦袋去猜測 你今天敢去丟給會計師 你應該跟會計師講好了吧 會計師應該默認吧 我甚至小腦袋都還想說 會計師搞報都要不要浪告了 跑掉了 結果我經常講到 你今天全部推給人家 說你短報 說你沒有做好你應有的責任 說你延遲了 然後呢你再把這些延遲的兩千多萬 隨便找了四家公司給塞進去 他們怎麼這麼敢啊 這個是他單方面的話術嘛 到底實際上是什麼你不知道 如果一個正常的查帳的話 你會怎麼查帳 我第一個動作找會計師幫我查 對 怎麼會去告會計師 對 罵會計師 然後呢 那這個帳誰查的 可是你不代替人家會計師 不是 我覺得這個怎麼執行的嘛 這個沒有辦法執行嘛 所以這個整件事情就是 你開始開場一個定義非常好 就是胡說八道 那這背那個胡說八道 所以這整個事情是有一個局啦 那這個局裡面有一個人 叫做無知的力量 那個人叫柯文哲 157勇敢的不得了 他通通不懂 他不懂 他不懂財務啊 報表不懂啊 很好騙啊 他也大了畫質啊 那錢他也不管 他認為李文中再管就可以啦 對 李文中管錢這件事情 可能就惹下了殺雞嘛 所以我認為這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這個發展就帶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欸 彭政生現在今天去了北險對不對 對 結果他兩袖清風 他是舒舒服服的走出來 無保釋回請回欸 但是他的被告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你認為什麼時間 開始要傳科P了 快了吧 當然快了吧 所以我再重複一遍嘛 最晚最晚最晚 立法院開議前一定是幹他嘛 欸 怎麼幹他 我現在告訴你規格好不好 就是七點鐘佛小宮崎嘛 他上次在等了六個壽陶嘛 對 我現在告訴你 下次是等六十個紙箱來了嘛 那壽陶沒有來了 紙箱來了 他說你又在嚇他嗎 不是嚇他 因為這個已經沒有案子可查了吧 後面只有兩個人可以查嘛 一個是沈慶晶嘛 沈慶晶要出來咬他說 我有送紅包給你 我有打電話給他啦 我跟沈慶晶溝溝通了很多次 我一直歸勸他 因為沈慶晶跟我好朋友 我一直好言相勸 我剛剛來之前打電話給他 我打電話給他 我說彭震生已經投降了 已經糟了嘛 所以你快點趕上去啊 你要趕不上去的話 到時候你被關了 你到時候被告抓起來怎麼辦呢 他說我 他說他要出國了啦 他要出國 好 所以沈慶晶是最後一根稻草嘛 因為沈慶晶如果咬他的話 他就是收費 他收錢嘛 沈慶晶不咬他的話 他就是圖利嘛 這兩個嘛 兩個一個是五年起跳 一個七年起跳 那我請問你 這時候中罪喔 我請問你 北檢什麼時候發動嘛 這一定是在立法院開議前 早上七點鐘佛小公集嘛 到他家去敲門了嘛 所以這個事情很快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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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